屏東推出全國第一部落寧行動服務車 裏頭有各種校具、舒適、影音設備 還有專業志工輔導 行動服務車就好像一座會移動的老人活動中心 服務偏遠地區 雖然手腳不理落,節奏感也不好 不過要在院政府前表演 屏東九月三塊社區的老人家 個個精神逆逆,神才飛揚 屏東園政府推出全國第一部落寧行動服務車 屏東園社會處長劉美淑表示 一部車在一個據點那裡 大概停留兩三個月的時間 等到這個據點的志工和社區幹部 知道怎樣去運作以及服務 就會將這個據點的工作 還給社區自行經營 這部由兩個民間公益團體 捐贈的行動轉車 可以將各種教具,書籍,影音設備,帶入社區 供老人使用 亦都將受過專業訓練的生活輔導員 載到社區,為老人家安排各種活動 屏東園社會處強調,目前全國老化指數是12.38% 而屏東的老化指數遠高於全國平均數的14.25% 因此原政府期待行動服務車 可以協助社區建立照顧關懷據點 預計從現在到年底 這部行動服務車至少能夠辦理 50場次以上的關懷老人活動 準備了一下 如果作為偏大大的 為人家安排 貸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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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貸製